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亲生 被抓包操作舆论攻击他的主脑 就是卡申杨慧如 被检方依涉侮辱公署罪起诉 启动调查的监委直言 迟来的正义 回溯整起事件 源自于去年9月6号 有网友受困关系机上发文 逐日代表谢长廷脸书被灌爆 到了当天晚上 就有一名菜系男子 在PTT上使用账号IDCC发文 护航谢长廷 说大阪办事处和小夫谢长廷 不互相隶属 没有一个人是小夫管的 小夫派的 没有一份薪水是小夫单位发的 文中还将矛头指向大阪办事处 说大阪办事处这些人 就是几十年下来 跟当初国民党派去 不会说日文的代表一样 是一群垃圾的老油条 讲难听一点叫党国余孽 舆论纷纷 9月14号处长苏启程轻声 17号谢长廷还批示 假讯息流窜 害死处长 我们看到了这种行为 事实上是一种带头杀人的行为 这种网军群起攻击一级行为 造成这种到很大的打击 检方巡线调查 这个恶言针对大阪办事处的 网友IDCC 发现就是跟曾任 谢长廷进总网络执行长的 卡神杨慧如 IP位置相同 传唤杨慧如说明 他还狡辩 说只是出界WiFi 并不知情 文章是蔡姓男子发的 于是检调 再传唤蔡姓男子 掉扣了手机 戳破卡神谎言 而蔡男的手机 也揭发了杨慧如手法 他组成一个名叫 高雄组的赖群组 下达指令 要求蔡福明 Jazz等四个账号 发布文章带风向 这四人在下达指令到 反统义勇军等下线网军 只要发文带风向后 截图回报为证 杨慧如就会每个月 引人发一万元当报酬 这个本案现在进入了 司法的一个审查的程序 外交部表示 太总统的网军 仰在哪里 仰在哪里 恐怕外界也非常好奇 仰在总统府吗 仰在执政党的办公室吗 当初IDCC辱骂外交官 外交部却只是尊重司法 只是恐怖网军 拿钱办事 逼死优秀外交官 蓝营痛批 除了严扮杨慧如 真正该追的 他的上线背后金主 又是谁 见证综马鱼台报道